哈囉 幸福公監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章魚主播 那麼其實在今年 因為這兩年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人加入了買房的行列 那今天我們的直播非常精彩 因為要告訴你 怎麼樣可以買到一間好房子 然後還有旺宅又招財 因為根據信義房屋 在2021年有一個數據統計 其實這個瀏覽數最多的族群 買房子的族群就是年輕小姿 還有新婚夫妻 還有手購族 包括了這個親子宅 所以說很多人就是準備要出手買房了 但是風水真的超級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了 這個幸福公監的老朋友 同時也是我們國內權威的風水大師 簡稱風水界的阿湯哥 湯正偉老師 哈囉 主持人好 各位現場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阿湯哥 湯正偉老師 對 阿湯哥今天要來幫我們解惑 就是要教大家怎麼樣買好房子 可以事業蓬勃發展賺大錢 那同時今天不要忘了 等一下要留言給我們 還有按讚 分享這個直播 我們就會抽出這個 大戶的口罩用的香氛磁口 有五個 哇 五個要送給大家 好 節目開始了 今天馬上就要來關注我們的內容 首先要請問老師 手購族買房需要注意的五個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我相信手購族應該都蠻重視CP值的 對 所以功課也會做得很多 但不過我覺得我以風水來考量的話呢 其實我們要打造一個讓你呢 可以住在一個聚寶盆的風水宅當中 哇 聚寶盆耶 還蠻重要的對不對 就是變成一個金雞母 其實我覺得手購族來講的話呢 第一個呢 你還是要先挑選就是說 這個房子的座向 可能跟你有沒有合適 對 有時候 但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什麼東南西北在哪邊對不對 就是座北朝南就是很好的意思嗎 不一定喔 對 其實呢 我覺得當你看不懂座向的時候呢 也沒關係 最起碼呢 你要了解說 這個房子到底採光好不好 因為採光是最基本面嘛 如果你採光不好 你家裡面一定會濕大大的 濕氣很重 好 但這是最基本的要素 所以呢 我覺得還是要先看一下 你房子的座向 好 座向就會影響什麼 你的採光面 好 也會影響你的 這個房子的授風面 好 有沒有通風 所以我覺得 當然如果東南西北 還搞不清楚 最起碼 我們人站在這個房子裡面 你去感受一下 這個房子的這種溫度 好 打個比方 如果說你今天啊 買一個房子 你進去呢 你會發現 外面很熱 但裡面呢 異常的涼爽 這房子代表它有點 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不乾淨 有一點陰對不對 為什麼有點陰呢 或許裡面沒有出事情 但很有可能是因為 它裡面的這種 可能通風太過對流 然後也會 或是濕氣太重 陽光比較照不進來 而造成裡面的溫度呢 可能會稍微低一點點 那這種溫度太過低的話呢 其實它不具人氣 你住久了 你可能也不太會旺 所以除非你的命格很特殊啦 很淒涼的感覺 對 會感覺好像在裡面 有一點那種 很辛苦有沒有 沒有陽氣 就是陰盛陽衰 那你可能就要 比較小心一點 所以老師會配合這個人 他的五星還是什麼嗎 對 如果說你當然 今天相信風水的話 但建議你請一個專業的老師 去幫你看一下 所謂的人宅合一 就好像我們開車 叫人車議題有沒有 那個車就很好開 那人宅合一就是說 我住在裡面呢 我住進去會覺得 好像很好睡 然後運勢也特別旺 當你運本來走不好的 可是一住進去呢 你會讓這個房子 磁場來幫助你 然後每天活得都很神清氣爽 分起來很完美耶 但是房子好像有分很多類型 比如說像 我們很多人很嚮往的 這個透天宿的話 透天的房子 就是你獨棟的 或是集合式住宅 都沒關係 只要是樓房 你就記得 你站在你家的客廳 往你的大門看 那個就是你的像 對 我們人站在屋裡面 往大門看出去 那就是你的像 例如說 假設那個地方是 你的前面是北 那就是坐南朝北 所以是從房子裡面 看到大門這樣子 就是那個像 對 那如果你今天是買公寓大樓型的 那就是以你的客廳為主 或是以你的大門 以客廳 就是客廳的陽台 陽台看出去 那就是你的像 或是如果你沒有陽台 採光的地方 對 如果沒有陽台 就看採光 最大的落地窗 或最大的窗戶 那個地方就是你的像 除非你這個客廳 完全沒有採光 也沒有陽台 我們才以這個樓層的大門為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最關心 當然還是柴位在哪裡 對 要怎麼看柴位 好 柴位的話 就是很簡單 我們人呢 不管你是透天的房子 還是大樓的房子 我們就站在大門的地方 假設你的門是開左邊 那你的名柴位 就是進門的45度角 右斜45度角 是右斜 對 那如果你的門是開右邊 那就是左前45度角 這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好 那一般我們柴位有三種 一個就是名柴位 每一個人都有 當然還有這個房子方位的柴位 還有就是你個人本命八字的柴位 但是我覺得後面兩個會有點複雜 對 那你進門的45度角 顧好 那什麼叫名柴位呢 名柴位就是你事業上賺到的錢 能不能夠有效的存下來 就是名柴位 如果你的家裡的名柴位是空的 喔 那就不得了了 你就是左進右出 蛤 前柴一路空 怎麼可怕 那你會說那名柴位 怎麼看是空的呢 有些人的45度角 剛好是一片窗戶有沒有 對 或是落地窗啊等等的 那這個就柴位見空 那有窗戶的話怎麼辦 好 你就可能要點個燈 有沒有 你可以點個岩燈啊 或點個立燈有沒有 那個燈呢 不是白好看的喔 是要把它點起來 讓這一個光有一個動能 就熱能嘛 把它轉換這個氣流 你就可以聚氣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如果是窗戶的話 我們就可以放什麼 窗簾 那你的窗簾就是一不透光的 然後把它平常呢 關到跟一個手臂寬度 L型的角落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再重點補充就是 你的柴位呢 不要放什麼 垃圾桶 對不對 有人會這樣嗎 有啊 有些客廳不知道放哪邊有沒有 就把它堆到角落啊 因為很多人覺得垃圾 不要被看見嘛 就堆到那個角落 那這樣就很容易 你的柴位呢 就會有髒 髒東西 就不適合喔 對 第一個不要見空 然後第二個不要堆垃圾 然後要保持乾淨跟明亮 這幾個原則呢 都可以幫你打造 有如聚寶盆的好柴位 那如果你的柴位 剛好是廁所的話呢 代表容易在運勢上 受到小人的牽累 然後呢 遇到背信忘義的機會比較多 什麼意思 你可能會被朋友倒在 然後可能你會被民生被拉潮 就是會有很多這樣的現象 要特別的注意 那最常遇到的 除了剛講窗戶之外 然後廁所也是很糟糕 還有個什麼 糧 糧跟柱子 其實你的柴位遇到糧柱呢 都很悲情 自古以來糧柱都很悲情 好冷喔 那個就是有糧 有有 我覺得蠻好笑的 糧跟柱呢 其實代表是一種壓力 對不對 因為糧呢 它會把柴位的壓到嘛 所以我們人在裡面賺錢 求財都會顯得特別辛苦 然後你的健康 有可能會花錢買要吃 那柱子呢 是一種必刀會有衝破 代表會有一些破財的問題 所以呢 你看一個房子 不太可能沒有糧 也不會沒有柱子嘛 一定都會有 那你就要選擇什麼 45度角 盡可能不要有大糧或大柱 儲在那個地方 所以這就是買房的小Payboard 對 好 老師講的話真的要聽啦 剛剛大家有沒有做筆記 老師講的哪些這個 那個既空 既沖煞 既廁所啊 污秽 陰暗 還有既壓 就是不要有柱子這一些的 那如果這些東西 你都注意到了喔 那新手買房呢 不僅不會漏財 而且還會添好運 但是買房子 大家都知道嘛 其實對年輕人來說 是蠻辛苦的 那如虎添翼的話呢 今年我們有一個好康的資訊 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永豐銀行的大戶 清房貸 那像我們都知道嘛 一開始買房比較辛苦 那如果有這個房貸 可以幫助你一臂之力的話 那你是不是 應該要來用一下 它這個特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線上試算很方便 因為呢 你知道我們很討厭跑銀行 當然 可以省事就省事 它這個一指呢 就可以非常優雅的 來讓你辦好你的房貸 所以不論是裝潢呢 還是你想要申請什麼樣的貸款 都可以一直申請 不用再頻繁的跑銀行 省下你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 專屬你的理財型房貸 而且這個還款的本金 可以靈活的來運用 老師你覺得這個非常棒 我覺得很好 光聽一指就可以貸款 就只貸貸運進來了 對 而且按日即席 它是免動用手續費 非常的方便 再來就是房貸 搬家也可以幫你省 因為它提供這個轉貸的服務 每個月還款的壓力 真的會比較輕 確實 而且有些多貸的話 也可以有裝潢的費用對不對 沒錯 然後最重要就是呢 它是你裝潢的好幫手 因為它的寬限期 最長是到三年 哇 確實壓力減輕很多 對 因為你倒流一點現金 留在身上 不管你要投資 還是靈活運用都非常的方便 有風險管理 沒錯 然後它最高的乘數呢 可以帶到八五成 那優惠期間其實是在 2022年的12月31日止 所以呢 今年要好好的來把握 那詳細內容 還是要以永豐銀行最新的公告為準 那老師聽完這個 會不會讓你想到一些 我們以前首購的心酸 確實會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在首購的時候 我是存了滿久的這個頭期款 對 那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會有想要買的房子的戶型 對 那你看到的這個房子呢 你就覺得哇 它的總價很高 但是呢 你就要從那個頭期款一直籌 其實頭期款是最辛苦的 沒錯 就一大筆的現金就是這樣子 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對 而且重點是你頭期款籌到了 買到了 然後你就開始發現說 我的房子要買什麼買什麼 才發現那個真的是最累的 還有哪三大項目 老師要接著來教我們 到底要怎麼樣來聚財呢 像新屋裝修的話 哪一些布置 就是在裝潢之前可以注意的 好布置我覺得就是 很多人就會一定買家具嘛 還有買一些家飾品對不對 好那其實我常被聽到問就是說 老師請問我的時鐘要掛哪邊 對 隨便掛就好了嗎 一般我們的直覺就是說 我們的時鐘就是掛在客廳的 很顯眼處 對 好看的地方嘛 但是其實時鐘呢 如果就有風水上的擺放呢 先跟大家簡單的講就是說 一般如果我們掛 你就要記得時鐘一定順時針走 但是呢 你要記得它順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那個最終的流向 把它轉去門外了 代表你的這個風生水 因為時鐘是一個動的 它是會一直動的有沒有 裝電池也好 或是它機械式也好 它都會一直動 那它在動的過程當中的話 這個時針啊 尤其秒針 不要這樣衝出去外面 就是不要弄到門外 就是不要弄到門的意思 代表你的錢呢 會往外跑的意思 還有你魚缸有沒有 很多人會說 我要養魚可不可以 如果有魚缸的話呢 要怎麼處理呢 像魚缸不是有個 那個進水口 就是打氧氣的那個有沒有 那個水的話呢 你要記得喔 不要流向你的大門外 也不要流向你的窗外 因為窗跟門 都是引氣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風生水起的話呢 你要記得就是這個風啊 氣口跟水要同一個方向進來的 那你這樣才不會 找至於漏財的問題 原來 那如果這養魚實在太複雜啦 那我就種盆栽好了 種盆栽有沒有什麼小paypal 好 其實我就重點講就是說 風水的魚缸 不管是風水還是怎麼樣 魚跟植物呢 都不要放在房間 本身也不健康啦 因為其實那個魚啊 魚缸有濕氣 其實對久了居住的人的健康 也會有影響 欸對 我覺得老師講很有道理耶 最近不是有一個劇叫鯨魚期嗎 每一個外遇的都在家裡放鯨魚 都在榜間放鯨魚 所以不能把那個魚缸放在榜間 反而沒有鱸魚得罪 對 然後反而大家都是一直 就是爛桃花太多 不斷的 對 那如果要放這種 比如說一些小物件啊 它可以放什麼 好 其實如果說 像剛剛講的盆栽對不對 盆栽的話你就是 就是家裡不要放那種很尖刺的 你可以放闊葉的 那只要房間不要放之外呢 其他地方一個空間或一個地方 不要放超過三盆的盆栽 因為盆栽的話就是 你看晚上會塗二氧化碳嘛 對 所以其實它對整個空氣啊 或是比較沒有那麼加分啦 但空氣呢 白天都加分 晚上沒有 所以盆栽要特別注意 因為植物呢 也比較容易聚陰 可是如果你家裡要擺植物的話呢 可以綁上一些紅斷袋 紅絲袋 轉陰為陽 那例如說有一些煞氣的話呢 你可以用一些什麼八卦鏡啊 去畫煞 可是要跟大家提醒喔 很多人相信風水 可是他誤用了風水的小物 例如說八卦鏡 那就八卦鏡是要放室外空間的 而不是放室內空間的 放室內會怎麼樣 你會讓你的家人呢 變得口角爭鬥不斷 蛤 對 因為這種是畫煞的嘛 可是人不是煞氣啊 可是你照到你的家裡的空間的話 讓你的這個空間的磁場 變得反而不聚氣 你應該放在外面 可能有一些煞氣的地方 就擋煞這樣子 對對 沒有錯 那如果說坪樹小啊 無法去改變這個房子的話 建議大家 我們可以用一些風水的小物呢 來去做一些調整 對 趕快教我們 好 其實呢如果說風水的小物當中呢 我蠻推薦 廚房就可以放像麒麟有沒有 放在你的抽油煙機的上面 這樣子 可以擋煞就對了 對 我們家也有房 是 但是我覺得現在買房 不管年輕人或是說 我們一般的 就是上班族啊 或是你有家庭的 買房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地段決定你的價格嘛 但是 有時候你要挑到好的地段 那你可能就會面臨到 可能戶跟戶之間很近 有沒有 因為方便性 那可能會有外煞的影響 外煞例如很近的高樓算嗎 對啊 例如說 我樓跟對面的樓很近的話 第一個有可能的採光會影響 第二個你的隱私也不夠好 第三個呢 你看不出去遠景 對 那當你這三個都沒有劇組的時候呢 人住在裡面也會感覺很憋嘛 好不舒服 那如果還有就是最怕什麼 B刀 例如說A鍵案跟B鍵案呢 它可能並不是這個面對面蓋的 它可能是交錯蓋的 那可能它的那個壁刀啊 會射到你的家裡面 天啊 它會看出去就是對著你 一把刀 對不對 超級不舒服 也是有血光的問題 或者是兩棟大樓中間的縫隙 形成雙壁刀 或形成一個天斬煞 也會影響我們住在裡面的人喔 對 老實講其實是非常非常實用 就是大家在家裡就可以解決 所以如果今天你聽了還有疑惑的話 這個居家的招財旺宅的風水 就可以來找我們的阿湯格老師 那如果你要居家裝潢的話呢 當然就是找幸福空間是最專業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有非常方便的貸款的話 當然就是要找這個永豐大戶的清房貸 那詳細資訊呢 都可以到官網來了解喔 那再問老師啊 其實像年輕人買房啊 我自己蠻好奇的啦 就是這個三四十歲的首購族 大概有多少比例是非常相信風水的 好 當然會找我幫他看都是相信風水的 但是如果說以目前來看的話 我自己的實務經驗 可能有些是家裡的人買給他的或什麼 大概有七成的比例 其實算蠻高的 高耶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很多人他也會覺得說 我辛苦買這個房子 我住進去但是希望幫助我們的運氣嘛 對 對 只是我覺得發現很多人是 他相信風水 但是他不太會去跟他的親朋好友分享 為什麼呢 偷偷來就對了 對 偷偷來 因為大家不想 偷偷賺不想要講 覺得他很迷信 但是我覺得風水是蠻科學的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剛剛講 風水他就講了房子的通風嘛 採光嘛 這是最基本的嘛 那怎麼樣會影響他的採光或通風呢 其實就是跟你的第二裝修格局有關係 還有你的房子的防衛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應對好呢 你都可以住到一個豪宅 哇 所以其實呢 今天聽完老師講 是不是收穫非常的多呢 那大家不要忘了 其實好的風水還會帶給你旺宅 招財之外 也會讓你家庭比較和樂 事業蒸蒸日上 那麼希望今天的資訊 對你們是非常有幫助的 也不要忘了 今天我們有送禮物 記得在底下留言 分享 按讚 那今天要送出這個 五個大戶的香氛瓷扣給大家 超使用 所以小資也是大戶啦 都會受到非常好的服務 那今天希望你們喜歡我們的節目喔 要記得喔 永豐這個大戶的數位帳戶 趕快去申請 一直就可以申請完成 不用再跑銀行 讓每一個人都是大戶 那再來要 對了 還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線上 我現在很喜歡用這個APP 來處理一些轉帳 真的 它有繳費什麼之類 對 它這個大戶的APP很厲害 它整合了消費 投資 儲蓄 跟彈性資金 有四個核心的服務 意思就是說 你所有日常的資金 都可以用這個APP 把它整合起來 超旁邊 就提 想要轉的時候就轉 那毫無顧忌啦 對年輕人來說 你資金的運用比較方便 是 那個人覺得最棒的一點就是 用起來呢 賞心悅目 因為這個APP 它是走一個金融美學路線 剛剛老師我們還在討論說 這黑金風格你覺得是不是 我看它的頁面 還蠻精髓相生的 我們在命理來講 精髓相生就是一個風生水起 而且會帶財運 會帶財運 我覺得其實關於理財當中 它有用心去設計它的這一個頁面了 我相信真的 它對它的一些產品的內容 跟它的這一些專業 是真的有在用心的 就是由小見大 你看連一個小型APP 都設計這麼用心 是 所以服務上面 一定也是非常的貼心 沒錯 那不只是這個一站式的數位服務 還有阿湯哥老師今天講的財位 那今天的資訊含金量非常的高 所以希望你們都有做好筆記喔 如果想要再重播的話 也可以好好把這個重點記下來 那我們會有完整的高清版 在幸福空間的FB粉絲團 還有YouTube頻道再次的播出 那今天謝謝湯老師 謝謝謝謝湯宇 好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 永豐銀行提供的好康優惠的話 也記得到官網的留言處 來看相關的資訊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